没上场一分钟,也能拿冠军,没错,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林丹,昨晚,中国羽毛秋南队苦战四局,好15个多小时,在决赛中一3比1击拜登到主印尼队,时隔8年重新夺回亚运会男子团体金牌, 站在冠军领奖台上,林丹笑叶如花,林丹手举金牌新华社图35岁的林丹,这次作为第三单打,球队独冠路上他没有出场一分钟,连拿起球拍的机会都没有,但他依然是羽毛球赛场上最大的明星,最红的偶像,已成看客曾经,别人都在场下为他鼓掌,而今,他坐在场边为别人加油,对林丹而言, 这就是最大的区别,林丹在场边当起了看客VCG图有更年轻,更具冲击力的是雨琪,陈龙在,林丹只是第三单打,按顺序,只有中国队与对手打成2比2,林丹很有出场的可能,但队友终究没有给他机会,随着第二双打上男流程显胜, 中国队把总比分变成3比1,这意味着,人们想再看一次林丹打球的愿望落空了,林丹当看客当累了VCG图从1开场,林丹就坐在替补席上,队友去热身时,他一脸轻松的与几名女队员有说有笑,冲到啦啦队的角色,将两局,中国队与对手打成1比1平, 当第三局担任第二单打的全龙输掉手盘后,林丹才起身走向热身馆,这个时候,他意识到自己有可能会出场,而超级丹在次出现时,已经是在领奖台上,再见林丹已经,是在颁奖席上,新华社凸显看亭仙花开花落,慢随千万云者云输,用来形容林丹在何时不过,不仅仅是决战,回顾男团的夺冠之路, 3比0祭拜中国香港,3比1一忍中国台北,林丹都是看客,与中国台北的比赛,笃定的林丹干脆坐上了观众席,林丹笃定着坐在观众席上,为C人图看这场决赛的中国球迷,可能很多人的内心都是极其矛盾的,希望中国队拿下对手,但又希望过程曲折点,这样就能看林丹打一场,穷心不改尽管已不在聚光灯前, 林丹却从没离开人们的视线,昨晚的羽毛球馆早就被当地人占据,能铲到票的中国观众并不多,寥寥数十人,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,认不出时雨期,也不得熟悉成龙,但一定认识林丹,超级丹没有登场一分钟,还是有人在颁奖仪式上高喊,林丹,我爱你。 林丹是镇队之宝VCG图打林丹的存在,并非没有意义,只要他坐在那里,队友们就知道,不用担心,还有达哥店地家镇,他是镇队之宝,赛后成龙坦言,输掉手盘后他一度面临崩盘,正是林丹和队友把他及时喊醒,我落后是他们鼓励我,和他搏,和他搏, 十年前北京奥运会上渡贯的中国羽毛球运动员中,林丹还本站在赛场上的只剩下了林丹,他真是太疯狂了,而且场上的他依旧很强,赛前,和林丹同一时代,却早已退役的印尼南,当传奇陶飞克弹起对手时说,林丹还在继续打球,简直太不可思议,陈龙坦言是林丹的鼓励帮助自己拿下比赛全体育, 图羽毛球这项运动对体能的要求接近赫克,雅加达之旅计有可能,是林丹的最后一次,雅运征程,由于积分不够,为能获得蓝丹资格,林丹只能参加男团比赛,这是林丹的最后一次大赛吗?很可能是,但也许又不是,有人拿着秒表,给林丹的职业生摇倒计时,但好胜先去一直在超级丹的DNA里,他说, 还想打下去,还想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,林丹还想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,VCJ资料图美元白头,英雄尺目,总是最悲凉的时刻,但35岁的林丹,依然雄心不改,不言放弃,正如2012年未免奥运冠军之后,他出版的那本自传,书名叫做《直到世界尽头》,新名买包特派记者 欢迎雅家答,今日电炒二爷,再说偶像光环今天说的偶像,是林丹,将两篇说的孙娘,在泳池里逼拨展浪,在泳池挖兴奔作浪,弄出了不小的动静,跟孙娘相比,林丹的圈本指数,一点不会小,但林丹更绝,如如不动,一球不打,也拿了冠军, 他并位上场,仍然是焦点,这就是偶像,自带光环的偶像,林丹仍然是自带光环的偶像 VCG图林丹的巅峰期,确实已经过了,前不久,在市井赛上,他输给了小他十三岁的小事地时雨期 没劲吧,强,年纪已经大了,成绩也不理想,为什么要坚持打下去,往大里说,是处于热爱,往小里说,是迫于生计 我以为,无论出于什么目的,不服老,值得尊敬,也值得期待,任何超级巨星,都不可能永保青春 当巅峰期一过,有人选择激流又退,有人选择继续拼搏,这一进或一退,作为个人选择,都可以理解 相较而言,选择进,更难,林丹选择了难的路,齐勇可嘉 林丹选择了一条难的路齐勇,可嘉VCG图林丹现在的心态很好 对输赢结果,看得淡,他一路输,本思议员一路追,打着炙拉林丹,完美带去的标语 为他加油,此情此景,令人动容,竞技,只要文革胜负,竞技,更要超越胜负 这样的道理,由林丹来引逸,是极好的,偶像的光环 照耀道,不只是顺着,江燕往期推荐关注新民体育,获得更多新鲜体育资讯